因為時間很趕 所以一直都沒有聽到你的一些comment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想要再跟您做一個比較細節 我想我先把我們的目的講出來 我的目的就是希望找到一個解決 全球冷化、溫室減量的一個solution 那這個solution是要bump up 那就要民間開始來做 那民間要開始來做的話 就是民間要有一個環境給碳 所以我們就想要去建立一個叫做 Cabon Internet 像自由平均 對 我們希望透過每一個人 都有一個碳的帳篷 然後他可以來好好的經營自己的碳權 那這個經營好好的經營值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帶入一個叫做個人社會思論 就希望他所有的消費活動產生的牌坊 能夠自己來承擔 那自己去把它優勝掉 然後達到他一年或者一輩子的 Life cycle 的一個carbon balance 就是carbon net emission這樣 所以這是我們整個 但是這個東西呢 我們需要可能有一些法制面 或者什麼樣的一些 不是信仰面 不是信仰面 我想說什麼功德啊 夜報啊 這個感覺上就是個人社會責任的處形 對 但是就是說 因為我們要去激勵 那有時候必須要 廠商要配合 因為他要提供的產品 那這個消費者他能夠去 類似的認定他排放多少 然後他可以拿到多少碳權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 第一個要做的答案就是 要把我們現在的所有的產品 都能夠有碳足跡的表情 這個我們上次有討論 對對 就是環保署目前是有上無法的狀態 對對 那就是 有人要加入就加入 有人加入也發不到 對對 就十年來 就是真的很可惜 我們很早推 但是十年來 就是只有幾百件 就是終於那麼多 那過去或許就是一個試辦 那政府可以比較屬於 用寬鬆的方式來做 可是現在這個很緊急 從我們做這領域的研究 就覺得很緊急 我想從環保署的角度來看 有另外一個比較困難就是說 因為完全一樣的商品 它是不是當零 是不是當季 是不是在當地等等 其實它的探索機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所以它很難去就是 全生命週期的幫它背書 可是它有一套方法 我知道它有一套方法 但是就是說 你要願意進來這樣子算的 成本比較高嘛 比較高 這是一個問題 對對對 但是就是說 你如果不算全生命週期 這個數字的利益又比較小 是 對 那所以這個就比較困難 對 所以我們今天來 其實跟部長做一個報告 對 我們希望有一個實驗 是 那我們就是覺得這個問題 它環環相扣 因為這個環保署呢 按照它那條標準 那麼其實一般的 一般的這個企業 對於中央企業 不太願意去做業太繁瑣 這就跟算SRO一樣 而且它看不到小影 如果它是上市櫃公司 也許有效益 對 它的企業形象 它的CSR 對對對 還有它的那個公司治理的那些 對對 那些可能都可以作為它 如果它沒有上市櫃 表示它股東並不是一般特定人 不特定人 所以之後特定人的情況 好像特定人本來就很相信這家公司 對它在計算好像也太好 對 所以對他們來講 不會覺得說有一個很 很大物理 很大物理 要去做的一個應徵 在那 那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希望 如果有可能我們就是在 內谷或者哪邊有一個 類似一個實驗場所 那這個實驗場所 那涉及到有可能就是 民眾的這種 探權的認證 產品的探權認證或者是交易 那這個系統 有時候會涉及到一些可能法規上的限制 那有沒有可能就是一個 後面像什麼 舉一個因子 譬如說我們今天可能 譬如說我今天要把剛剛提到的一個 譬如碳足基的計算 把它簡化到 就是只有水、電、天然氣 這三個為主的跟民生有關的 它有給我啦 如果開車 水、電、氣 對這三個 其他的太 可能這個我來看 對一個人來講 可能他一個人的一天 可能這幾個是 佔排放的比較多 那如果我們現在以這個為主 那來推動 然後來這個設算 然後來讓民眾來做這樣的一個 探權的一個尺寸 所以他比較說我就 如果不是在這個遠距視訊 就是走路上下班 這樣子我就會感覺上 這個我的分數比較高 對對對 我們現在好像 董事長這邊也有建立了一個 什麼樣的 人民的一個 一個幸福的 或者是快樂的一個點數是不是 快樂的點數 會叫什麼點數 得分 倒是得 你做件事情呢 你得分 嗯 這個叫Social in Center 對 有這個比如說社區裡面 比賽啦 這個里長給你拍手 區長給你拍手 最後市長給你拍手 最後總統給你拍手 因為今天簡單現在很Eargy 是 所以要想辦法反正 嘖 很Cology 很Cology 對 就是你Cology或者怎麼樣 就是要推動這件事 理解啊 不要再有什麼 官方官僚的失誤 現在就是要突破 對我理解那些拍手就有用了 沒有 這個叫Social Incentive 對 然後接下去要有Financial Incentive OK 最後要有一個叫Progress Monitoring 這個是UK的一個研究 對 所以人的行為改變啊 就這三個 就我同意啊 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建造這個系統 所以現在我們需要政府來幫忙做 對我們現在 所以要我拍手 我一定可以拍手 只是拍手有沒有用 這個是要拍手 對 對 因為我們在看 民眾要能夠 所以民眾要一切環境給他 那他可以去辨識 在目前來看就是要有個標籤 這個標籤,我們本來是想說是不是透過政府可以跟署裡面 跟他做一個溝通說 民間覺得說對於這樣的一個碳足跡標籤已經接了10年 有沒有可能把它變成強制性 就是說不貼就下降這樣嗎? 對,就不貼的話你可能就無法變成,就是下降 不貼就無法貼,但是這個當然我們也希望一個時間點 比如說三年的一個示範 類似塑膠習慣的種類,就慢慢回復 那因為我覺得這個部分也是一個台灣像我們在從事這個研究很久 那你看到國際社會還沒有去走到這個部分 那民間當然很多鄉親國啊,歐美、歐洲很多國家也都在思考 那還沒有走到這個 不過要下降的話,這個要立法院喔 環保署以目前它的法律的授權,它只能上不可能去下降 不可能下降 對,因為這是經濟行為嘛 你要就是有某個就是去跟經濟行為 就是經濟自由相抗衡,你要一步 不管是特別法也好,或者是既有法律裡面特別寫 你才能做這件事嗎? 像食藥署,所有的這個急障EQ啊什麼東西 包含農委會這些,它都是先有立法院的授權 他才有可能說,你如果不取得這個資格的話 那我才可以把你下降 不然的話,光是就是國際貿易那邊的人就過不去 對,可是我們在講說這個mandate這個強制的話 那它如果是強制它本身就應該有這些效率 對,比方說現在澳洲運了一批這個什麼 我不知道這個萊姆酒還是什麼東西過來 對,對不起,最近都還看到萊姆酒 哈哈哈哈 對,那就是說這會不會造成貿易障礙呢? 就是說它算不出採索機,我們就不從澳洲進去 是,我要跟政府報告,這個很重要的一個訊息 也就是這個歐盟他們2050年已經是要carbon neutral 所以他們最近這一兩年,他們有很多策略 其中有一個策略就是要所謂的boden carbon tax 他就是要課增冥金糖關稅 所以也因為要因應這件事 因為它將來的冥金糖很可能就是用一個單位產品 它訂一個benchmark 比如說這個飲料或者是這台notebook 我認為你應該就是只能夠排放多少 那這個標竿一定下來 我們如果自己廠商都不知道的話 可能到時候第一個也不一定能夠 我有聽懂,但你講是outbound 我在講是說你如果三年內 我們也要學歐盟來弄這一套 我們inbound的談判能力怎麼高呢? 對,但是這個部分三年內很可能國際的變化 我們就是要跟它對齊 因為我擔心一件事是這樣 就是說今天這些企業我們國內沒有做 沒有給它類似這樣的一個push 它終究很可能就在這個產品出口時候 它可能就繳了一千億五百億 就給這些外國人去了 那我稱這個叫做所謂的一個carbon tax leakage 你以期給別人做的時候 為什麼這一千億五百億我們不自己來犯規 我們自己的產品 那這樣的話我們也不用被客 而且我們又有好的這個體質提升 因為我們看到這件事是終究會出現的 所以終究你可能會要付這個錢 那我們如果現在看到是有政治趨勢的話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把這個錢拿來自己用 要超前付出 對,我們就趕快自己用 因為拿來自己用以去給別人 他拿去做他們自己國家的一些各種福祉 倒不如我們自己來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能夠臨結剛好這個tami也是這樣 因為我估計歐盟課這個美國也正在做 大概大概差不多三年內應該就會很平難 請教你一下 是 所謂它扣這個探除的意思是 比如說nobook是多少探除機 你如果沒有盤查 你就把你當作什麼 按照那個去扣 不然你要打出證明說你多少 沒有,它會定一個標刊 你超過的話 對啊 我不是說我超過啊 我沒有看出證明 對,所以我跟妳講 有可能就根本沒有辦法 沒有看出證明的話 不能進去它就會變貿易幣 不能進去它會變貿易帳 對 所以這件事除了就是說我們 因為透過這樣的來超前付出 讓國內的企業開始來算 然後將來我有證明說 我的東西就是這樣 那我符合你的標準 那另外一個就是 也透過這樣它可以把它的 這個 因為我們知道做這件事 主要目的還是說去看 這個產品最大的排放源在哪裡 透過這個還可以去減量 那長期來講 我們知道台灣現在 回到我們自己國家目標 就是2050年要達到 2005年的減碳50 是 部長 這個已經 真的不行了 因為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國家 在這個管理上 就會 將來出口的產品 就會被人家課很多的錢過去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終究是要付代價 那這個代價呢 如果我剛剛講的就是 我很擔心這種說話 我們的錢自己不用漏損 到別人的錢 所以我覺得我們 現在做的這工作 是一個非常 針對這件事是一個很重要 我完全同意 對 我想 立場上 價值上一定是完全同意的 因為我畢竟不是 這個可口可樂公司的總裁 對不對 如果我是的話 我就會開始跟你說 這個 我們怎麼跟歐盟 我們的Trade Intensity 我們怎麼要改成再利生產 什麼之類 因為 因為像可口可樂大概是最 最會被影響的東西 對 那 事實上大概跑不掉 因為它很好算 對 那有些不太好算的 像Notebook 那它 對 Notebook其實超複雜 幾乎算不起來 但是現在我們這些好像都沒有 我們的廠商好像已經有它 最早知道 好像是核數 航空機有算過一次 不好算 Notebook非常難算 因為它那個供應鏈 那個生命作型 它Made in the world 所以 所以其實 當然說 現在也有一種講法說 通電源會慢慢開始縮短 這個台積電會跑去美國 什麼之類的 不是 走啦 這個還有在台灣 但是就是說 但是這個供應鏈重組 要花蠻久的時間 絕對長過三年 所以在那三年內 你說 像這個 我們講到的這個消費性電子產品 或者是 只要理財 我們穿的衣服 這些要立刻算得出來 不一定三年算出來 所以 部長剛剛一講 這個另外一個品牌 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配送這種強制性 不是一次全面性的做法 我們應該是選擇 公告 一些 比較好算的 對 實品先算 可能排放量也比較大的 對 然後民間 常用的 那這種 把它分批公告 讓後面的人也要趕快 你是要帶塑膠化工的食品 對 而且跟環境這種 議題能夠有關的話 有塑膠 吸管 大家現在沒有吸管 那你說類似這種 可以連接在 讓它公佈 然後讓民眾有個選擇 因為我們最終 我們今天主要的 就是希望 建立一個 國民的一個 一個 就是一個 探明網這樣的 一個機制 然後由 民眾開始去 去珍惜 因為我們 上次跟部長報告 我們 跟全家合作 那個 富汗商品 那我們 那個 經過 這個 這一季這樣的 一個計算 我們 現在大概 350家 那 而且這幾個產品 竟然是 比去年同期 的銷售更好 理解 而且 比它的上市 對 所以你說這個讓我 覺得說 這種產品 其實在這種 武漢疫情期間 還可以產生一些 那如果把它擴大 那現在全家 它還是在上演唱 它覺得說 那 還要再看績效 那因為你這15件產品 還不是很具有代表性 那為什麼不具有 因為環保署 沒有全部強制性 如果這全部強制性的話 我們相信 它裡面的這產品 可以變成100項的話 哇 那個影響力就更大 因為買的人會更多 因為我們知道說 這裡面15下 雙殼或殼的 其實很少人買 這個牌又很高 它又很 很少人買 那大家買的就是 那種 那種一般的茶椅 或者 我理解啊 所以如果產品更多 那你獎勵會更大 那參與的人更多 那我們就希望透過 這樣子來擴散到 全國的這種民眾的消費 日常生活裡面 然後最後能夠 達到 讓大家 好好地把他的看權 能夠珍惜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先內後外 就是先往內序市場看 那即使它是進口的 也許我們挑 歐盟碳排放交易電信裡面 容易算 而且跟民生直接相關 的一些單獨品項 不是說整個ETS都納建來了 他們還買公司 大家會撐不住 那然後 反正就是 同時有社會跟道德的 這個制高點的 先拿嘛 那拿了之後 把那個部分的 探索機標是 轉成強制 那轉成強制之後 大家發現 社會接受度也沒有問題 對 像吸管的那個例子 就是說 一開始可能有一些 爭議但到最後 大家都習慣了 對 好的方向大家會 是是是是 一開始會不適應 但是終究要接受 另外跟部長報告 就是說 剛剛你有提到說 可能對廠商會有一個衝擊 就是說 如果做這件事 對啊 其實衝擊不大 衝擊不大 原因是這樣 因為它是一個盤查 對 比如說 做一個產品的盤 就是諾布卡 假設 假設他花了500萬 這我估計大概 假設對你很高 他找一個專業團隊 幫他好好盤點 那包括擋包署 第三方查驗證 做完 那500萬對一個大企業來講 其實是小錢 而且更不要講說 它 這個產品如果一年生產的是 十萬件 一百萬件 分攤下來 每一個產品的成本 很低 非常非常低 因為 現在 這種程序 大概的cost 蠻清楚的 不會太高 一個案子 經過第三方查 才有大概 三十萬 這我理解 所以我才說是 挑歐盟前三期 已經well established 不是說你自己 忽然發明一個查的方法 你這樣先算的人 就要付大的常識 對 但是就是說 因為歐盟們一起 以我的理解 都是歐盟議會 它是法律層級 人家說指引成績 但是是 落實到各國的 國內法 對 那現在問題是說 當然也許我們如果 明天去談一談 加入歐盟 這件事情就解決了 但是 我想我們應該 就是跟布魯塞爾 關係還沒有那麼好 這個 跟索馬利蘭有機會 好 對 那所以 因為我們跟布魯塞爾 還不是那種關係 所以 現在的一個困難 就是說 你要說服我們立法院 就是布魯塞爾的東西 對我們有一定的 國內法化 因為這個又不是 類似兩公約這種 大家都簽了的東西 這個是 一家之言 有點像這樣講 因為國際上有別的 貿易秩序 對 那現在是說 單一的貿易秩序進來 然後我們說 我們要把國內法化 為什麼我們要朝鮮部署 為什麼要朝鮮部署 因為我們賭 歐盟這套最後會贏 對不對 就會變智慧形狀 所以 部長再跟您報告 如果您剛剛提了 這樣的一個邏輯 流程的話 我是覺得 我們應該可以很快 做一件事 就是因為我們公管法 其實就某個角度看 已經是可以 我們的國內法 對 而且我們公管法裡面 也有Cave & Trade 這個制度 跟歐盟的 Emission Trading Scheme一樣 對 那我們只要在 合配這個探權的時候 對 一樣跟他的方法一樣 對 其實某種程度上 就是把他們 這個Directive 那麼 內化到國內法 那這個就是 要請黃保署 或者立法院來審議 因為現在黃保署 要配通這個Cave & Trade 這樣 母法有 那現在要執法 要施行系則要有一個 這個 allowance location 的這個 這個 避兒或者是 他有這樣的一個 這是我理想 對 所以如果我們剛剛這樣 把這個 我們的合配 一樣用Bedge Park 或他們的方式來 對 那這個產品 他就必須要去 達到這個標準的話 那就未來可以 來銜接這個 這我理想 因為按照18條的那個 講法 他是說 你要按照 就變化鋼藥公約與期協議 但是你也可以 不管他 去看相關國際公約決議 那這個就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對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應該我們就直接把那個 相關國際公約 對 把它把它挑成 歐盟體系 對 對 因為我們過去在國內 做這個study 超過超過十年 超過十年以上 因為我參與很多 我理解 所以我很清楚他 我們國內都一直 學習歐盟的這個做法 一直在做這個 安排 所以其實 我們國內的這個 相關的規劃 其實已經 差了你們一角而已 嗯 那現在就是說 如果把剛剛這樣的一個 前因後果把它 串連起來 我們應該現在優先做的就是 我們去 趕快去 制定一個排放權的合配方法 這個合配方案就是用 然後這樣就可以銜接跟 歐盟的那個 第三期的 或者未來 第四期 他們會加研這個標準 因為我在今年年初 就看到他這樣一個報告 就是說 他的報告是說 歐盟非常可能 用 他們的 ETS的 這個 benchmark來做為 他的邊境貪管稅 的一個標準 因為他覺得這樣很公平 因為國內都用這個標準 對 先要求自己再要求別人 這是我剛剛說現在的 額外的意思 你如果超過的話 你就要繳稅 所以他們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覺得我們 應該是要趕快來 那我們現在跟他們 阿虎有時候可以講說 我是台灣 我又沒有像你那麼先進 你的標準 我可以比你快一點 讓國內廠商 也可以 也可以有一個 喘息的機會 然後 但是就要把這個 制度要盡力起來 大家要開始往這個方向來走 我們上市櫃公司 是不是證交所 已經要他們做這個評估了 還是那也是胡蘿蔔而已 就是沒有什麼強勢性 你說台灣嗎 對啊 我記得好像也有什麼 什麼股東年報 要做什麼碳排放 氣候風險評估 對 現在慢慢這個 氣候就提前 這個部分已經 在國內的這個 很多大企業就開始 醞釀要開始來做 那他們自己 國內在做的就是 因為他等不到政府 因為政府沒有做碳交易 所以沒有碳價 所以他們在做的是一個 內部碳價 已經有好幾個團隊來 好幾個 用50塊美金 他們就自己來做 對 那其實應該要政府 要趕快有個市場 讓他們有個依循 那他才可以根據那個 真實的碳價 來做他的 投資的一個規劃 否則你沒有那個碳價 沒有那個碳效應 他的投資規劃 就很難去做 那這50塊是一個虛擬的 他們也不知道 定50塊還是40塊 那這個部分 就會讓民間人 會流失掉一些他的能量 他 他可以往上 更好走的能量 又沒有辦法有一個依序 可是我覺得這裡面有幾件事 一個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講做可樂的 或者是做那個 notebook的 或者是等等 其實他所屬的 理論上 他目的界主管機關都不一樣 做運輸的又不一樣 發電的又不一樣 等等 那現在的問題是說 傳統上面 以我的理解 環保署 通常都主張說 我是要求各部會 去制定 以他為目的界的主管機關 如果你要做cap and trade 應該是那個主管機關去制定 那然後 如果你是 好比像說 發電的等等 那當然是能源局的事情 那能源局沒有辦法去幫 商業司 或中期初 或者是 交通部 或者誰 去做他們的 揮下的這個cap and trade 所以我會覺得 我覺得還是要在法律 有點像 ETS一樣 就是要求每個部會 制定出 適合於他們 以他們做的目的界主管機關 的這些公司也好 或者營業人也好 的cap and trade的制度 因為你剛剛講的那幾個 就是什麼油氣 什麼水電 什麼之類 每個的算式 大概很難跨業去計算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也是 還是要有一個立法工具 不過 部長報告 因為 因為無關法的授權 就是環保署可以來投籌 其他的單位 我不知道在法裡面的授權 是說 要匯同還是說 只是 應該要寫成指定才對 但是不會給各個部門 目的世界主管機關 自己去定他的標準 或者定他的制度 不會 因為這個畢竟是一個 整個 National-wide 的一個制度 所以必須要有一個 中央的主管機關 可是 第九條的文字是 國家能源製造運輸 駐商農業各部門 指 中央目的世界主管機關 應該按這個推動方案 來訂立所屬部門的 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說這是第九條的文字 對那可能是所有部門要因應這個 的行動方案 或者是一些措施 嗯 比如說我今天 環保署已經要推動 這個cap and trade 你說 有點像衝擊對策 對 他應該是要 他會對交通部有衝擊 對 他必須要去提高 他怎麼樣去輔導 或者是他的所屬的產業 然後他怎麼樣去因應這個衝擊 你的意思是說 訂定管制工具 訂定管制工具 還是環保署的工作 說了就算 而不是各部會 對 他這個部分不會授權給各個部會去 可是這個政治上 就是他挑誰先做 對經濟部一定會反對 但是 但是經濟部 現在他其實也知道說 這是一個國家 現在整個 這我理解了 雖然說環保署比較弱勢 但是經濟部 他基本上 就我了解我跟經濟部的互動 對 他們也是配合那個 因為行政院可以來 這我完全同意 那我的意思是說 像台灣有一陣子那個環評 是環保署上述 就是他說了算 有否決權的事情 對 但是當然我們這樣執行 你一陣子之後也發現說 你還是要跟相關的各所輸出會 你要把管制工具 適度的放給他 對 不是說環保署最後不是他說了算 對 而是說如果環保署 站在所有人的隊裡面 那環保署政治上會 比較難過 因為這個我們都知道實際的狀況 因為我當了四年的環保署 對 所以你應該很清楚 很清楚 對 就是說環保署在棒子 你都要給經濟部一些 你不能只給他環保 然後棒子有沒有要報告出來 但是裏長 沒有要報告 因為我曾經討論過 就是環保署打火絕錢 示範給 就是說我們只是建議 至少consultation 但是 這個其實我了解 經濟部或者他們也不敢收 為什麼 因為他變成要自己 簡單講就全員間裁判了 就是說今天問題的案子 最後決定要不要開發 是我負責沒有錯 可是如果環保署給你很多 這個相關的嚴厲的建議 那你最後還是開發 當然你是負責 這個是回退到警察 可是問題是 我們可以想到這個環保團體 會沒有完沒了 所以當時這種情況 環保署是有想到 可是最後還是說就不需要 因為社會的溝通成本的關係 對 就是說社會公共成本 社會公共成本 就是並不是各 目的世界主管機關都知道說 我要怎麼吸收的 那一旦他覺得無法吸收 那等於對他來講風險無限大 風險無限大 他當然就不完了 確實是如此 對 但我覺得在溫控的這件事情上 風險並沒有到無限大 這個跟環平衡是不一樣的形狀 對不一樣 對 所以我覺得適度尤其是 像大家都知道可能是 就是什麼台電中油中鋼 什麼這種就是計算起來很容易的 對 而且他們也最有 incentive 去計算的 對 那這個適度的把它給國營會去做 我覺得阻力比較小 我覺得這塊阻力比較小 那這也對應到你剛剛講到 如果台電中油中鋼等等都算得出來 那至少跟我們民生最相關的 就這幾個來源 對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台 自來水公司 對自來水公司 台水北水 對 那這些因為是國營會相關 所以至少如果國營會自己先想應 那這部分因為它屬於 utility 它比較不會有說 好像這個環保團體覺得說 你就是要 怎麼講 斷水斷點 你沒有算出來之前 就不要用自來水跟點 真的可能是 其實我們都長沒有分別 這台水單嗎 這台水單有 我知道 都有寫 所以其實我們已經 其實台灣坦白講 已經ready很久了 對啊 現在就是怎麼樣 在你們一角 在一個更 做法 因為你剛剛提到 這個電也有 每年都報告 然後水 包括高鐵他們都有 所以有很多 像幾年來 這個幾個大企業 他們都很清楚自己的排放量 290幾家的問題 所以我們相當於 有點像歐盟這個FACE 1 對 就是大家其實已經算了 我們就準FACE 1 只是還沒有交易 只是還沒有交易 就是最後 只要你有一個 供訂價出來 對 可以開始看期貨了 那我們就等於進入FACE 1 現在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 現在就是準FACE 1 在前面的準備都做好了 對 現在如果進入到 這個Emission Trading 對兩個單位 你需要納金 對 一個就是金管費 因為那個交易是金管費的事情 他的金流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是稅的部分 是財政部分 謝謝 所以這兩個單位 如果自製不領的話 就販包署 是沒辦法還這個交易 21條說他要去回商嗎 對 而且他們必須要願意來 真正的去把這個 FACE 1 也好 Credit也好 把它當作是一個 什麼樣的查下去認定 這樣的話 在交易上就可以 適用不同的稅 有金融的 金融法規的稅 有一般商品 就貨物稅 這個就 跟財政部就有關 所以我覺得裡面 最關鍵還是金管費 金管費呢 他必須要把 這件事當作跟 其他的金融商品一樣的重視 因為他覺得這個規模太小 200幾家在交易 他覺得說 這個不是符合他 全民這種 這種服務的這種對象 但是這個觀念錯誤 因為這幾家 影響到整個國家的碳排放量很大 而且這議題現在很重要 所以我是 覺得說如果有機會 就要跟金管費 的這個主委或者相關的人 跟他們說 因為這件事現在 其實環保署 他要做這件事 他自己做不了 他自己做的 因為環保署要做很困難 第一個他面對經濟部 剛剛部長講 他要去跟他做一些對抗 然後呢 他這個是又涉及到 排放權又涉及到金流 所以這兩個部分 金流部分他沒辦法 他完全無從阻力的部分 稅也一樣 因為這涉及到 將來有交易 有貨幣 這個要繳稅的問題 因為就是說 你剛剛講的是一個 就是比較 從今後的角度來講 就是說最理想的狀況 當然是說 作為投資標的 他的這個就是社會價值 跟金融價值 剛好吻合嘛 但是其實歐盟之前 試過各種方法 而且每一個 它裡面的主權國家 試過各種方法 常常就是會脫口 就是不吻合 那不吻合這個所有的 我都是盡量會要背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那我覺得你剛剛有一個point很好 就是說我們是拿 國外已經承受的制度 對 不是說我們自己 發明一套新的金融商品 對 我們現在就是學習 對 我覺得這個是金管 會比較聽得進去的 因為如果 我們現在要自己 研發一套新的金融商品 然後 它又有可能 到最後寫本很歸 那其實 在台灣的政治環境裡面 你要try第二次 就不容易 對對 所以我覺得 因為這東西已經 國外形式有用 所以怎麼樣的一個lending 他們應該 我覺得金管 或許已經有口袋上 有 有 有資料 因為我曾經也幫 這個 齊交所做了一份研究 因為他們想要去參與這個 將來的期貨 什麼定 那我們也都幫他做了一個研究 都把國外的經驗都告訴他 他們應該都已經清楚了 現在就是 還是回到剛才去的話 就是我們都做了很多準備 但是我們現在在準備 就是還沒有真正把它湊成一個 靈眉一角 把它變成一個 真正的一個國家的制度 然後讓這些都動起來 動起來之後 因為有了這樣的一個價格訊號 那就可以激勵一些科技 因為大家看到這動起來了 所以真的有價格 所以他就會更思考 要怎麼去做減能減碳的一些科技研發 那科技研發呢 就會有個對價 就會出來 那他的這個投資呢 就可以 所以這個影響是後 後端這個部分很重要 然後更重要的是 我們今天來就是 我們是純退從民間 因為我 坦白講 副長我跟政府 環保署這些都互動很小 我就是講的話 就跟剛剛跟你講的 就跟他們都講過 那今天就講不動 所以我只好 我們跟董事長 我們就是從民間力量 所以我們 那我發現說 這好像是真正可以解決問題 那這東西必須按照 在剛剛有那個制度 有一個價格 現在有一個碳權出來 然後我們就用國內的 然後把它切割到 讓民間去 因為我們現在的碳交易制度 他至少交易一次就要1000噸 那對於一個民間來講 他不過就是一年 也不過排放10噸左右 所以他不可能去參與這個 因為那個交易成本太高 所以要開批民間的 但是用民間的力量來push 這個產品要去碳中和的話 他就要去購買碳權 購買碳權就可以讓這個 碳市場的價格 可以起來 那那個薄落 薄落都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就希望 從這個部分來往上來推 那因為部長 在這個 資訊這個部分是一個專家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碳聯網 這個概念是我們台灣先領出來 現在世界還沒有人 就是說個人這樣一個碳聯網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 來讓台灣做一個示範 那這個示範坦白講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來 來做 這樣好不好 我想這個政府這邊最拿手 就是說你可以串臨各個部會 我們的問題可能牽涉到各個部會 所以怎麼樣子來一個 就是我們來合作 這就要產生一個leadership 你們一角就是leadership 對不對 所以你這邊怎麼來串 那我們民間裡來串 我們有好幾個協會 然後現在教授要到台中宴去 也有研究單位 對不對 那有人查 研 然後政府 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坐下來談一看 我們現在坐下來談 但是我目前還沒有聽到 你跟我講說 我拍手就有用的 表邊理論到底是什麼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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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沒有沒有 你把它當作是 拍手沒有辦法 我們也給那個Bying Power頒獎 我們也拍過 也頒過亞太社長獎 要拍手 我大概都拍了 群目我也常常錄影 也就請政府幫忙一下 我就會讓他講話讓他有效 OK 好不好 所以那個是後面比較技術性的問題 我是覺得這個是leadership 這個要先解決 政府講講講 不通 那是過去 我們不見得未來不通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推動了 所以我們是想要積極的來處理 這我理解 這很好 對 那我的Point是說 因為你們剛剛講的 有點好像那種Charker City的感覺 就是說你挑一個超前部署的城市 在那裡 一個社區 然後在那邊 就等於未來先從那邊來臨 但是國家要做的事情兩個 一個是說環保署要endorse 這件事情 就是說你進入那一區 你要是沒有貼上這個探索機 你就最好不要在那邊賣 那但是實務上當然 環保署是講不出這句話 因為那邊所有的商店 都是經濟部在管 對 變得蠻特別的 對 那除非是說你那個社區 真的所有的商家都認同這個 就是為什麼一開始在講說 說不定你做信仰還比較有用 對 因為我們有很多共生社區 那就是說在那個社區裡面 本來他就是為了信仰還那邊的 那這個時候說不定還真的做得到 但我也不是在亂講 就是說因為我們 好比說我自己以前住的社區 花園新城 有發行過社區貨幣 就是說當他的社區連接力高到可以發社區貨幣的時候 那他就地利於我和有災 因為如果就是不想應的 他根本就應該翻出這個社區等等 就是如果強到這個程度 那但是現在問題是說內湖 它是不是一個封閉空間嗎 誰都可以來誰都可以走 所以有一個就是 攤商這個沒有攤足機 跑去那邊擺攤賣夜市 難道你要就是義勇隊把它趕走 我想應該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們可能是先從便利上面 你這個太足機這個事情 你還是要從政府要法令要開始 對不對 那時候沒辦法 那個就要隨後去把我訂了 因為你就訂了五年啊 然後就不退進啊 現在等什麼 我們現在雙管層下 政府還是要正式思考這個問題 當然啦 就是說十年來 為什麼我們走得這麼早 可是我們成效坦白講不好 而且環保署那個單位 它是叫做 那個叫什麼單位啊 他們也很著急啊 他們說業績推不起來 我說你業績推不起來 我說你業績推不起來 就必然了嘛 你第一個自願性的 第二個你的審核是這麼嚴格 大家也看不到一些好處 就是說至少他有 rigor 大家尊敬他 但是就是有時候敬而遠之 對 所以我們是希望他如果 如果政委在付揮間 如果有機會把我們這樣的一些想法 我們他也會去找環保署 有啊 我們最近才處理一個年數案 就是在講說這個 什麼公共公務機關的什麼物餐費啊 什麼反正就是只能用在低碳的食物上 對 那你預設才夠的 當然就預設才夠啦 因為至少從公務機關做起嘛 對可以這樣子來 甚至我們自己也有在討論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都去吃鐵合便當之類的 就是 之類的 就是說我想是全面的 那但是這個全面的的好處是說 呃 至少我們對內公務員 有點像那種性別影響評估一樣 就是說 他看 乍看之下他做的事情 跟性別一點關係沒有 他可能儘管會一個公務員 但是因為性評會 反正不管什麼 就是要寫性別影響評估 他寫個12年下來 他那個性別主流的話 你是生殖腦海 那所以真的他碰到相關的事情的時候 他就知道怎麼處理 對 那現在的問題是說 好像就是 因為過於集中在環保室 所以其他相關部會的公務員 他在 就是你把他跟性評一比 就知道說 他的那個內化的程度 對 是有一些差距 對 好 所以我們可以做什麼現在嗎 對啊 看你有什麼可以幫忙的 對 我們現在就是 現在喔 我們就靠自己的力量 跟全家這邊 本來是當時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說 全家願意做 那麼全家自己擴散 然後同業也要進來 所以我們國內 至少我們當時是希望說 國內的非力商店 對 都能夠去響應這件事 因為他除了企業社會責任 而且這也是未來超前部署 也是要做的 所以 不曉得 部長有沒有跟這些 比如說 認識我們可以 引進我們去跟他們講 就是說 我們跟你談過 那你覺得說這個東西 我們要進一步來做 我只認識他們的資訊部門 因為三類籤跟口罩沒關係 我想資訊部門跟你們的關係 沒有很大 跟這個身體內 安全價這個 這個 對 印枚啊 對不對 我是覺得這個還是要從商業去解決 對 對 我真的認識他們的資訊部門 但是他們其他的 就是BDCSR 我目前真的沒有碰到 就是很誠實跟各位講 是 我覺得這邊幫忙的應該是 政府 政策的推動 密謀的推動 對啊 剛剛我們已經跟部長 表明了 就是說 我們希望 有機會的話 政府跟我們可以一起來做什麼 對 就是說 剛剛講的幾個產品 對 那 就是說 強制他們 開始來做 對啊 當然 店已經有了 水都有 他們也不用強制 他們現在的這個 已經算得出來 現在是商品價 對 那現在就是有一些 商品 那中油代很難 因為他產品 實化液代很難 那 油跟氣勢 可是 按照 歐盟的做法 難道不是說 排放一定量以上的 就一定要做嗎 不管你難不難 就是要做 對 一定要 2.5以上 2.5萬噸 對 對啊 所以我覺得 但是現在就是政府 還沒有去做到這個 我覺得還是要 一些倡議 就是說假設 華高手真的提得出 我們要把一些版本 那 他下個會期 是預算會其他不會過 所以 要到明年年初 他現在的新版本 是要把 把推動這個 CarbonTex優先 我理解 那CarbonTex 根本沒辦法解決問題 可是我剛剛講的是 各目的事業主義環機關 相當於FACE1 對於他所屬的 那些包含中油等等的 排放量大大一定程度以上 可以他管制工具 就我們剛剛講 不會過棒子的 交費經濟部 對 我們這工具就是 要看 用的是 Cab and Trade 還是 Cab and Trade 這兩個之間只能折一 有進化 不可能全部都 假的 那我覺得用Cab and Trade 因為這是法裡面 本來就富裕了 而且從國外的經驗是 它不但是 Cost Effective 而是一個 Mental Effective 所以它兼顧了這兩個 那如果是稅的話 會比較明確是 Cost Effective 但是環境上的 Effective 就不一定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們覺得現在書裡面的修法 讓我很擔心 就是說 最後 我最難以一件事是什麼 擔心一件事 它把它變成財政目的 不是環境目的 Cab and Tax 對 它就是拿了錢 一直高興的花 就Cab and Tax 對 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是我們很擔心 很擔心一件事 就是廠商最後也覺得說 好吧 反正我就了事了 那這樣的話 減量是誰要來減 這個就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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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就業代金 對 就業代金的狀態 也就是說 因為今天我們有機會 跟部長談這些事 如果有機會 你在部會裡面 可以傳達這些事 加上明天有一些 單位團體很尤其 你做這些事 可能會是財政目的 而不是一個環境上 因為本來這就是 一個完全目的的問題 所以今天的政策工具的設計 如果搞到最後是扭曲了 只是為了要收取 這是我剛剛講 不對極的情況 那那樣的話 其實是對大家都不好 對政府也不好 因為它會削弱 下一個工具的正當性 對 對就削弱了 而且很重要的是 它跟財政部的 能源稅條例還要進合 因為財政部最近也動起來了 對 他說你環保水要收carbon tax 或carbon fee 那我怎麼可能讓你優先 我這邊energy 這個energy tax 這已經擺多久了 已經很久了 已經很久了 我就等著要那個 所以到時候 幕會之間 光這個民間在看的時候 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你一樣的一個 為什麼財政部也有 你這邊也要有 你以後都是用判違 當作這個 這個tax base 這個稅機來課的 那這樣民間也搞不懂 不過兩個都要去立法院 所以就會變成是 立法院怎麼排的問題 但是問題是不應該兩個出現 因為一個政府怎麼會兩個法來 你在行政院就要去調和好 就是說如果你的目的 對象都一樣的 那何必兩個法來 而且我覺得環保署的這個一定 可能真的過財政部 因為它是全民性的 全面普遍的 那它只有針對是大排放員這些 當然它也可以變一個特別法 但是這個時候怎麼喬結就會 對 而且對民間來講的話 看到稅 就一定很難接受的 而且又看到兩個在這裡 他會覺得說 稅上加稅 對 撥兩層皮 那他們不懂 但是我們是擔心政府 會因為這件事 什麼事都沒辦法做 那就又不了了之了 因為民眾會很大的反彈 包括立法院 你應該會說 你先拿一個反彈 因為這個看起來都 因為有選區的立委的話 如果他選區都反彈 那這個他壓力就很大 對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部分有很多 這個在政府的設計上 我們也覺得 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 有沒有感覺還是加入澳門比較快 對啊 當然這個 有機會嗎 我也很喜歡 索馬力蘭比較有機會 這樣倒 時間也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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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一個提議 就是說 我們這個聯盟 習慣其極的推動真的行 當然 所以我們先來提一個案 好不好 我們認為理想情境是怎樣 寫出來 對啊 然後我們再來跟 對啊 我們有一個聯署品 就像那個 剛剛講到那個 午餐廳 地產食物 這個是大事情 沒有那個聯署 是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把理想情境做出來 然後麻煩你 你本來就有一個部會的那個 你找他們來 我們一起來談 不過如果沒有聯署 就沒有五千人了 沒有五千人的話 社會正當性就有限 因為如果你現在要爭取的 對 因為你如果要爭取的是 法規層級的 這個確實 我要幾個部會來談就有了 但是我們現在講 是法律層級的 法律層級 最後是要證明給 有選區的立委 社會正當性 所以我們中間那個路徑裡面 如果不是每一部 都選到更多的人 到最後一部 就是真的法案 大家送出去了 又接行虛者 這個是很常見的 我們先溝通 是 比如說找部會來也是溝通 我們聽聽他怎麼想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可能是有幾次的 最後我們弄出來 再來做一個大倡議 至少我們先跟他溝通 跟環保署溝通 跟財政部溝通 跟金馬國溝通 這個溝通 最好是他們都在 不要我這邊溝通 溝通到最後 覺得你講都不見了 因為如果是現況報告的話 我想他們在立法院 報告幾次 不是現況報告 是說我們這個情境 你們的看法怎麼樣 我們這個提議 你們的看法怎麼樣 我們先私下先溝通 你有什麼困難 等時候去了解 你可以幫我們召集這些嗎 當然我們有社創巡迴這個制度 所以你只要在社創巡迴 社會創新平台 報名 然後你提一個很具體的案 當然就是該到的人都會到 但是該到的人都會到 五千人的費數 不是不是 這一個是過半會 一個是社會創新巡迴 那社會創新巡迴有幾個條件 一個是說 你要有一個很明確的提案 它的明確性可能要比 點數的還要高 那第二個是說 它就是扣合除了 當然聯合共權目標裡面 切後面前的之外 其他的有哪些社會創新平台上面 有登記的團體也好 或者是公司也好等等 已經是在實作 因為社會創新的意思就是 社會不等政府做就做 所以我在社創這邊的角色 是說社會已經做了一個 像國教地圖中很棒的東西 但它續航力有限 我們應該要國家力量來支持它 但是不是主導它 主導權在社會 聯署暗示說主導權應該在政府 那民間累積民意 希望政府改變它的方向 或踩個油門或煞車 所以就是公餐的形狀 跟社創的形狀還是不一樣 對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這邊完全沒有試點 然後只有一個構想 那也沒有其他家務等等 在社創這邊 誤會要打發尿你是非常容易 因為它只要說 看起來還不成熟 我只要放大聲 對 但是在聯署這邊 你只要有一個一般的想法 你弄到幾萬人 那不會就非還認真不可 所以就是說這兩個路徑 我都可以幫忙 只是說這兩個路徑 它有限決條件是不同 一個是一個不需要成熟 是可行的模式 那這邊是不需要可行的模式 很需要很多人 對 這邊是不需要成熟 但是要可行的模式 我覺得至少在某個社區 它是可行 或者是說 這個要怎麼證明 證明就是那些人出來講 就是像口罩地圖怎麼證明 當然就是大家看文件新聞報導 然後去下載來用 對這個怎麼證明就是 就是你用了發現它產生出效果 那像總統被黑客松 就是把這種比較不成熟的 只是倡議的 慢慢變成有可行的 的一個做法 那我們民生公共物聯網的 資料應用競賽 我們總統被黑客松 從沙河、Sandbox 大概都是 沙河是在這邊 都是從這邊往這邊 就是說你有一群人很感興趣 那但是他們不等政府就自己實作 那這個情況下我們可以想盡辦法 去找類似的資料 或者人湊起來 就是往社創方向 那但是如果是倡議這邊 就是完全純連署的話 那也可以就是你人員非常非常多 那造成一定的壓力 然後它是換部會的 我們就必須要處理 所以這是兩個 事實上是不同的路徑 但是我很同意老師說 要雙管齊下 就是說你們有實驗點的地方 當然就來做 然後在社創尋會提出來 我當然可以幫忙約到相關的部會的朋友 就是說如果你這邊的 成熟度還在非常非常早期 那部會的朋友說真的 也不一定要很誠實的跟你講 就是他們的狀態 因為從他們的角度來講 如果你沒有 evidence 的話 那它只是一個構想 構想太多了 他們也挺很多構想 那這個情況下 他們就很難放大東西 因為就是零神級還是零馬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對但如果已經有音派 或是在某個社區或某個現實政府 它真的work 那我們這邊就會覺得說 它乘以23還是很多 這樣子 了解 這樣了解 所以我們 第一個就是 我們做了 做了早期 這一定能量 再來看政府接手 第二個是 我們還會一個抗議 然後請很多人來 然後來 國發會 然後我們就 國發會 然後國發就會去處理 所以第一個就是 我們要 要做什麼 先往那 可能還是要凝聚起來 對 對 我們做了 然後引力產生氣 能量 希望擴大到更高 更廣 需要政府怎麼進來 所以那個是左邊那個路徑 感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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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鈴鐺